在失去自由以后还可以保持这么乐观的心态 我真的挺服我老公和我家孩子的 两个人没有任何怨言 也不吵也不闹 尽给自己下安排 今天是起飞前的必还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哇我就感觉我在这边已经住了一个礼拜了 好玩吗这里 好玩你想出去吗 嗯 想出去啊我们再坚持一天好不好 好 一天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好吗 一天 嗯 今天 明天明天晚上才可以出去 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 今天 我们说了不算 来来来 做核酸的来了 我先做核酸了啊 做核酸的来了 但是呢 你先做核酸的地方 我先做核酸的地方 对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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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爸很勇敢 你看他昨天也是 慌个一批 猫猫猫 猫猫的毛 啊 我们是不是能够顺利回国 现在这个事情还说不住 因为昨天我们的隔离群里面 有五个人被移出去了 那就是应该是养掉了 在这边 让我做比较 在泰国隔离 跟国内的隔离 有什么区别的话 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 最起码国内的网络是很稳定的 所以给孩子看一些东西 或者自己刷一些东西 能打发时间 在这边几乎我们有同行的人一起 看连续剧 他说卡成了PPT那种 就是卡成这样子 我们互相发图片发视频 也不是特别顺畅 打屁股 打了一秒钟 接了一分钟 就是刷抖音 就是看一秒钟 停一分钟 是这个比例吗 对 大龙终于拿出了 他这杀手锏 把游戏机拿出来了 游戏机需要网络吗 不是 不是 不是要网络 好吧 还好准备比较充分 好了散会 是不是 我那些人都会被刷抖音量 我那些人都会被刷抖音量 好